作词 李宗盛 我們喜歡牛仔褲的人 很多時候都想買一條適合自己的布料 尺寸和剪裁的牛仔褲 但是很難找 我知道來這裡有訂製牛仔褲 沒錯 你上來最重要是選擇自己的款式 你喜歡的布料和五金和防線 我們門市有很多不同的樣板褲可以選擇 是否這條褲是客人訂製的款式呢 沒錯 像西褲一樣的款式 我們用牛仔褲去做 我們看到平時的牛仔褲 有一個散枝袋是貼在外面 這款是做了一個隱藏的袋口 還有看到斜袋口 跟平時的牛仔褲和弧形的袋口不同 後袋是做了西裝常見的隱藏的袋口 這製造起來有高不高難度嗎 因為有裁片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要花點時間去測試一下 那在修補的方法 你又有甚麼方法可以選擇 例如前面的膝蓋 我想保持這個爛位 但又不會見到肉 這叫做托底部的方式 可以用牛仔褲或者隔仔褲 或者花紋都可以 我們會在爛位的外面 再做一些車線去拱固 那是落了這個托底部 它就不會再爛下去了 對啦 會不會再爛 那另一種方法就是織布 對 沒錯 織布我們多數都會因應在褲檔的位置 這種方法會比較強硬 補完就沒那麼容易再穿 因應褲的顏色 還有布料的織紋順序 我們再用最接近或是相似的顏色 去跟著那個次序 去幫它慢慢織回 這個真的很厲害 這個好像補完好像沒有布 它本來是爛開了 對 沒錯 這個時間要多久呢 這個大概一元大小 都要用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織布是否在三個方法之中 即是幾個方法之中最貴的方法 最貴的方法是另外一種 叫手縫的一些日式的刺繡 SU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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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爛位下面做一個托底布 之後再用一些手縫的方法 去做一些刺繡在上面的 它又可以做到補強 又可以做到裝飾的功用 如果真是走火境呢 這些人穿著一條褲袖 你會選哪一條呢 它就是一個藍黑的燃料來的 看上去是好像黑色一樣 其實你慢慢穿下去 會見到一些增加的位置 是有些藍色的成分會滲出來的 我們在牛仔褲上面 你看到這些橫紋的布料 是比較會少見一點的 你自己最覺得牛仔褲著迷 在甚麼地方呢 其實我喜歡牛仔褲 就是它的配襯度 如果你隨著著著用的時間 它會慢慢去結合你的體型 會越穿越舒服 好的